如果有一樣一模一樣的話就輸入0就好了 如果輸入1是找接近 找接近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 那就找接近的 OK 所以這邊輸入0好了 按一個確定 25抓出來 有沒有 單價的話在下面 所以 一樣嘛 把它怎樣 Ctrl C 然後呢 取消 這個其實不用急著做啦 你慢慢的 我發現好像很多同學就是 Ctrl C然後馬上就點下去 奇怪怎麼就錯了 記得有沒有要按取消 再切到單價 再切過來 Ctrl V 再怎樣 再打 打勾之前 這邊改成多少 3嘛 因為1 一定不會是1 2 3 相對於對照表裡面的第3列 幫我抓出來 那C2找到了對不對 那就抓到第3列 1 2 3 打勾之後多少 588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反正呢 盡量就是 寧可慢啦 沒關係 我相信很多同學一定是不熟 但是 你只要動作做慢 你只要做正確就好了 熟了之後其實當然隨便你啦 你當然不熟的時候就可以慢慢來 底下的部分的話呢 銷量 跟提存率 跟提存率 這邊的話把他改一下 改H 因為 藍位在左邊 一定是H 不可能是V OK 所以把他改一下 6萬5 在哪裡 沒有一樣的 所以要找接近的 找接近的 所以怎麼樣呢 提存率 插入環數 找最近使用過的 HLOOKUP 然後 找這個詞 在哪個對照表呢 記得是這個對照表 不要選到藍位名稱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照表 第一列 所以一定是比第一列 第2列是指是什麼 裝飾用的 第3列呢 就是最後要抓回來結果 所以特別是要找第3列 然後呢 比對是 1 不能用0 你找0的話會怎麼樣 一定找不到 一定要的 你按缺 你會按這個空有沒有 一定要改成1 按個確定 他就幫你把最接近的那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抓過來 就是12% 抓回來 OK 但是呢 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 他的說明裡面是說要找最接近的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1 指的是什麼 找最接近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 6萬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數字改成 6000 跟他有沒有最接近 有嘛對不對 Enter 那理論上 底下這邊公司應該要找到是15% 可是你想說 老師你不是 這說明上面也明明是 說找最接近 他們兩個相差才1而已啊 為什麼不會抓這個 抓這個呢 但是他 露 說明裡面露了一個就是 找最接近 但 但一定是小於喔 就是不大於的意思啦 OK 所以如果 6萬 就算是 那 那個